798集 喂 欧阳啊 再听吗 见话筒对面的欧阳老头没有回答 张凡开口询问 哦 在 在听呢 听你的叙述 我感觉那个阵法应该是一个空间类型的 这种阵法并非是没有阵眼 而是像咱们这个实力的人是看不到的 当然了 我若是开启看预言 还是可以看到这阵法的阵眼的 这个阵法名叫匹空阵 意为开辟空间的意思 你刚才说那些个阵文 仿佛是和现实世界脱离了一般 其实事实就是这样 那阵法的确是和空间脱离 那是一个单独的空间呢 听到欧阳的解释 张凡微微点头 原来是这么回事 不知匹空阵 最基本的条件便是 实力必须要达到第三境 管万物境 实力越强 开辟的空间也就越大 想要开辟这匹空阵 难度可是相当大的 用传统的破阵方法破阵 那破阵之人 需要比布阵人 最少要搞出三个境界 还有一种特殊的破阵之法 布阵之人 在布阵之初留下一个布阵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相当于是 开辟阵法的钥匙了 听到欧阳的话 张凡眉毛一条 由此看来 将那八个孩子的阴魂 打入八尊十项之内 这应当便是 打开这阵法的钥匙了 张凡也终于明白了 那八个孩子的作用了 我知道了 行 你接着忙 有什么事我再问你 好的 有什么事啊 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了 说吧 两人便把电话挂了 此时 张凡更加确定了 他之前的想法 如此高端的阵法 不可能仅仅存在两颗邻国 这里面 必定有其他的东西的 这时候 张凡的房间门外 传出了一个脚步声 张凡转头一望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李兰 很快 李兰便进了张凡的房间里 此时的李兰 脸颊烫红 宛若两颗红彤彤的苹果 看到李兰的样子 张凡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恍然 他知道 李兰来此的目的了 是不是那个中间道士 让你过来的呀 张凡看向李兰 在中间道士看来 张凡对李兰很感兴趣 他答应张凡 让李兰过来找他 其实啊 大家伙都是心知肚明 李兰过来找张凡 是做什么的 李兰不好意思地看了眼张凡 而后微微点头 把心放在肚子里 会不会把你怎么样 听到这话 李兰微微一愣 他虽然放心了 但心中 却生出了一股不舒服的感觉 就好像他对于张凡 没有丝毫的吸引力一样 坐吧 张凡指的是屋子里面的沙发 文言 李兰便坐了下来 你从他们的口中 获知你的作用了吗 没有 我没听到他们说 李兰所知的事情 都已经告知张凡 张凡也没什么可问的 而且 两个人也并不熟 所以 一时间 张凡也不知该说什么了 先生 你先忙吧 我走了 有新发现的话 我及时告诉你 好吧 李兰刚刚离开不久 张凡的门 便再次被敲响了 进来 门缓缓被推开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运动状男子 和休闲状男子 见张凡在床上躺着 休闲状男子 笑意盈盈地说道 休息呢 是啊 两位有什么事吗 有点事想跟你说说 咱们坐下聊啊 那坐吧 随后 两人在沙发上坐下来 张凡也坐在了 两人的对面 有什么事 你们就说吧 休闲状男子 从包中拿出了一个 装得满满的信封 放在了桌上 信封里面装了两万块 看到这个信封 张凡眉毛一条 打亮眼两人 两位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有点事情 想拜托你啊 小伙子 什么事啊 两个小时以后 我和我兄弟要出去趟 那个中年道士 和那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一定会盯着我们 甚至会和我们一起离开 我希望你可以帮我们 把他们拖住 只要拖住一个小时就行 如果帮我们把事办成 这里面的钱呢 就是你的 而且事成之后 我们还会再给你五万 听到这话 张凡眉头一皱 打亮眼面前的休闲状男子 又看了看 住让的两万块 先给两万 再给五万 这可比之前 那五百一千的 可要多得多了 这也证明 他们要办的事 很是重要 他们 该不会已经找到了 那八个孩子了吧 想到这里 张凡的心头 不由是狠狠的一阵 行 这个忙我帮了 我尽量帮你们 把他们拖住 你们得尽快把事办完 以防出什么差错 我还想要后面的五万块呢 张凡说着 也拿起了桌上的两万块来 听到张凡的话 两人脸上都浮现出了一抹喜色 你放心好了 事成之后 我们立刻把剩余的五万块交给你 那什么 小伙子 你先休息吧 我们就先去了 临走之前呢 我们会提前过来跟你说一声 说完以后 休闲中男子 便和运动男 一起离开了张凡的房间了 两人刚走 张凡的手机就响了 他拿起来一看 是王渡打过来的 喂 王老板 张先生 不好了 出事了 我的手下跟我说 忽然来了一帮蒙面人 把那八个孩子 连同家长 全都接走了 张凡一听 双眼不由一觅 出了这样的事 更加证明了他的猜想 这些孩子和孩子们的家长被截略 一定是那运动庄男子和休闲庄男子做的 他们两个小时要出门办的事 应该就是拿着八个孩子的阴魂 去开启 那皮空战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